7月3日,港媒再次做出爆料,趁李泽楷和梁小姐一起逛一逛婚纱礼服店 注重对于这一点二人的三个儿子都特别高兴,真的是必须手舞足蹈的样子 事实上可以理解,终归不如亲,我们家长重新在一起,孩子们自然开心 梁小姐向港媒展示出了一颗鸽子蛋大小的小钻戒 当一个钻石戒指产生在人前时,大家发现这超引人注目 因为他确实比很多钻戒都要大一些,就像是梁山打造的一般 因此大家也不自觉的相信两人应该是好事将近了 前些天港媒就报道,李泽楷陪梁洛诗去医院产检去了,已经怀了四胎 而这次李嘉诚的态度也有所不一样,还送上了豪宅 看来兜兜转转,该在一起的人还是会在一起 甚至有网友调侃,一个只让他生孩子,一个只愿意给他生孩子 真是绝配 复合了,报梁洛诗怀四胎,李泽楷满脸笑意,陪同检查 李嘉诚送豪宅 梁洛诗与李泽楷的爱恨情仇,一度是不少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最近又出一则大爆料,更是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 有稿媒传出,梁洛诗在35岁生日这天 是与前男友李泽楷一起庆祝的,两人一丝复合 在梁洛诗的照片中,他虽不识粉黛,但依旧美丽动人 生日后不久就有媒体拍到梁洛诗与李泽楷一同出现在医院 梁洛诗身着宽松服饰,小腹微微隆起 被拍到的李泽楷更是满脸笑容,看来心情十分愉悦 媒体爆料是梁洛诗以怀第四胎,在李泽楷陪同下去做产检的 如今已经有九十多岁的李嘉诚,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开怀不已 大手一挥,送了梁洛诗一套豪宅 梁洛诗似乎与侯美有着特别的缘分 他的父亲是澳门贵族英里基之后 虽然实力不如李家,但是也是妥妥的富豪 不过他的母亲只是父亲的一个情人 所以梁洛诗的身份并不是喊着金钥匙的贵族女 而是一名私生女 梁洛诗的母亲离过婚,家境十分贫寒 所以父亲的家族十分唾弃他们母女 根本不接纳梁洛诗这个后代 好在梁洛诗母女就在父亲的阶级下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不过好景不长,梁洛诗还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因吸食药物过量而去世 他们母女便开始了凄惨的生活 梁洛诗的母亲每日在赌场工作赚钱糊口 根本没有时间管教他 所以他从小便是一个叛逆女孩 他每天逃课,不爱学习 甚至放弃学业 一心想着多赚些钱改善生活 那个年代的香港娱乐圈更加偏爱这些家境清寒的少男少女 于是长相出众的梁洛诗就被心态发现了 这时的他也才中学毕业 有着混血儿的精致长相,让英皇娱乐公司对他十分喜爱 把其列为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 可是李泽凯的出现使他承受了命运的考验 港圈灰姑娘的爱情故事 梁洛诗19岁时在杨子琼的介绍下 认识了大名鼎鼎的李嘉诚二子李泽凯 李泽凯对他一见钟情,用紧心思去追求他 李泽凯从小目睹母亲因为父亲在外太多的阴阴厌厌而含恨去世 他的性格和梁洛诗如出一辙 叛逆,高调,不服管教 在案猛烈公事下 同贫相惜的梁洛诗也对李泽凯萌生爱意 于是两个人就开始了恋爱之旅 此时沉浸在爱河的梁洛诗自然是无心工作的 作为英皇的重点培养对象 他经常拒绝工作 理由是工作占用他的恋爱时间 梁洛诗从小性格刚烈 面对英皇的不满 他选择和公司翻脸解约 作为富豪男朋友的李泽凯 见小女友的尴尬处境 慷慨解囊,解囊出资两亿为他赎身 两个亿对于当时的梁洛诗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他对李泽凯的爱慕之心有多了几分 情道农师梁洛诗为李泽凯生育一子 这是年过不获得李泽凯的第一个孩子 他自然是非常喜爱 李泽凯送了梁洛诗两套旧金山豪宅 和五千万的现金奖励 李嘉诚给他梦的孩子起名叫做李长志 两年生三子,无命无分 梁洛诗痛下决心分手 梁洛诗为李泽凯生子的新闻在香港轰轰烈烈 大家都在等着两人的官宣结婚喜讯 可是结婚的消息还没等来 被爆出的是梁洛诗又怀孕了 这次还是个双胞胎 三年梁洛诗就为李嘉生育了三个后代 但依旧没有换来该有的豪门名分 有狗仔称梁洛诗与李泽凯的分歧 出在双胞胎儿子身上 李泽凯认为梁洛诗是用了药物使自己怀孕 以生孩子来拨一个嫁入豪门的机会 这样的不轨意图让他很是反感 之后他开始疏远梁洛诗 其实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 李泽凯是有意让自家接受梁洛诗的 他曾花钱让学历不高的梁洛诗去国外深造 为的就是让梁洛诗的身份匹配 但双胞胎的出现打破了李泽凯的规划 其实在生完三子之后的梁洛诗也才二十多岁 本该肆意张狂的年纪 由于身份的特殊性 他不得不过着隐居似的生活 因为李嘉诚多年前的一个心结 李嘉对后代的保护欲极为强烈 长相更是不能轻易暴露 不过梁洛诗根本不懂得豪门的痛 他经常大大咧咧 领着孩子出街被媒体拍到 可想而知 李嘉诗的脸色会有多难看 后来梁洛诗也经常在采访中透露出 不想到豪门扩台的想法 这样的说法在于很多人看来很假 不过在个性张扬叛逆 追求自由的梁洛诗身上 还是很符合的 一旦进入豪门 梁洛诗只能安守本分 他的生活会更加拘束 在生完双胞胎儿子之后 香港关于梁洛诗与李泽楷分手的消息 传得沸沸扬扬 梁洛诗也真的与李泽楷提出了分手 李泽楷几度挽留这段恋情 但梁洛诗铁了心要分开 李泽楷无奈之下 给了他几个亿的分手费 包他们母子四人衣食无忧 不过李泽楷没过多久 就携手港记郭家文 出入公众场合 被媒体拍到各种浓情蜜意 梁洛诗估计也被这些新闻不堪其扰 于是他选择了携三子 去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 梁洛诗回到香港后不久 李泽楷就把自己最心爱的别墅 送给了梁洛诗 众人纷纷猜测两人是不是又要重修旧好 看最近媒体时不时的爆出两人同框 与梁洛诗在网络平台上的动态 两个人复合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今的梁洛诗也是奔斯的年纪 为了儿子略微收敛自己的性格 也不无可能 李泽楷年进花甲 也许花花公子的生活过腻了 想享受天伦之乐也很有可能 所以梁洛诗与李泽楷再次走到一起也很正常 毕竟两个人中间有孩子的牵绊 不过梁洛诗和李泽楷符合与否 我想对于梁洛诗本人早已不再重要 相比于李泽楷谈了四年全职恋爱的郭家文 梁洛诗是清醒的 他付出拍杂志 上综艺 演电影 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所以这样的梁洛诗嫁不嫁豪门 对于他早就不再重要了 他勇敢选择 也有足够的勇气 承担后果